經過了5到10分鐘後 可以輕輕的拉動各腳足關節 觸鬚 以及將大鱷左右兩邊輕輕拉動 此時可以發現 要軟化的這個標本已經完全軟化了 所有的觸鬚大鱷關節全部已經鬆動 這時候我們只要再將標本全部拉好 標本的軟化就已經完成 再拉腳的關節不要太過用力 以免將腳扯斷 大鱷關節可用鎳子稍微撐開 方便拉開大鱷 這就是一隻完全軟化的超形蟲表本 標本軟化完成 我們要旁邊 Nine Ro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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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od